新冠病毒疫情持續在全球延燒 臺灣也從三月份開始就嚴守國門 但一年來的移工 麗娜因為磷患了一種罕見疾病 情況緊急 需要趕快進行骨髓移植 基於人道考量 臺灣首開邊境 讓麗娜的五歲妹妹用最短的時間 趕來臺灣 相差十八歲的親姐妹 緊緊抱在一起 二十三歲的印尼籍移工 麗娜因為嚴重型再生不良性貧血 被告知需要骨髓移植一度很灰心 年初確診卻碰到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 臺灣國際勞工協會很給力 和臺印兩國交涉兩個多月 基於人道救援的考量 臺灣也首開邊境 最大的困難是他年紀小 幹細胞會不會不夠多 那同時在收幹細胞的過程中 血量的拉出 再回來的時候的生命增下 心跳血壓的改變 要捐骨髓給體重五十公斤的姐姐 雖然有難度 但妹妹很堅強 讓移植順利完成 台北榮總的醫療團隊獻上蛋糕 慶祝莉娜重獲新生 對疫情嚴峻的國家打開邊境之門 除了印證大愛無國界之外 也再次展現臺灣的醫療實力有多堅強 華視新聞紅沛華張兆元 台北報導 臺灣 臺灣